一个自然人 一个社会人 连一个准时都做不得到 也很难 让北京奥运会 上海四伯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址 为远令而烦恼 是成功的第一个重要反应 商鸭案在中国的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担忧外 在未来终有一件未成为经历 它解决的是 跟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 文化 是一个民族的跟通过奥运 来增加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今天非常高兴 和大家有一个上午 可以交流一下上海的历史文脉 看时间 上海博物馆这些年来 也有很多大展 资料都有 那么我想今天首先要 把上海的历史文脉 能够讲清楚 有时间的话 把上海博物馆的大展 我们浏览一下 我想这个时间也蛮紧的 因为前后大概就两个小时 包括提问 能不能这样分配 我想首先呢 还是把上海的历史文脉 梳理一下 另外呢 对几个概念 这个水汽城市 在江南文化视野下的 上海城市的考量 那么这个问题呢 跟文脉都是紧密相连的 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上海这个历史 到底有多长时间 这个历史文脉 到底应该距今是多少年 那么这个上海市的领导 这个原来 我在文官委主持工作的时候 也经常会问 他说原来上海好像历史清清楚楚 但是现在呢 这个越是研究的话 越是这个自己探问的话 好像这个越来越糊涂了 你们文官委 能不能把这个历史 这个很简要的 跟我们梳理一下 因为上海的历史呢 在1991年的时候 我们在全国开文物天机展会议 这个我们修历省市的同行也都讲 他说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不是我们要短化你们 短化你们上海的历史 是上海市人民政府 在1991年搞过庆典 城市庆典 那么当时呢 一个数字 很多人觉得蛮惊讶的是700年 这个上海历史怎么只有短短的700年 上海县 距今啊 这个1991年往前推缩 我们讲是700年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上海县的渐线 那么也有人说呢 这个更短 说上海的历史只有200年 那么这个当然大家不大会同意 这个可能呢 是从老城乡的这个角度来讲 另外有一说 上海的历史是1200年 那么1200年呢 这个应该这样讲 因为华庭啊 建县这个距今大约是1200年 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呢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 或者一系列的考古啊 这个佐证了上海的历史距今 至少是6000年 那么这个话呢 不是我们这里随便讲讲的 怎么200年一下子到了6000年啊 这个我想今天呢 我们因为时间也 其实我们还是要拉得快一点 这个后面内容比较多 我们看这张表 这张表上呢 讲了马加班文化遗程 马加班文化遗程 它是跨越地区的 距今至少是6000年啊 6000年 因为在浙江我们也可以发现 马加班文化遗程 那么松植文化遗址呢 距今是5000年 现在我们松植文化遗址 博物馆也开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参观啊 这个也是发 应该50年代就知道 但真正的发掘了 这个大量的出土 还是90年代以后的事 那么跨了新世纪以后呢 松植文化遗址啊 这个田野考古是加快了 发掘的速度 所以出了不少松植遗址文化时期的 这个很多文物 最有影响的是零几年 零四年那一次 我们待会可以看看啊 这个鲜明的头盖骨 一下子把原来距今5000年 推到马加班文化遗程 就松植文化遗程的里面 马加班文化组成 距今就是6000年了 那么另外有个陶珠 还有一个石府 那个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是2004年的 那一次这个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这个重大考古发现 广福岭遗址呢 这个我们放的四加一 第一个一 其实这个距今4000年左右呢 有梁珠文化遗址 梁珠文化遗址呢 也是跨地区的 那么马加班文化遗址 距今 曲奇连讲是3700年前 新十七时代 我们讲上海古代文明 就是这四大板块 马加班 松植 梁祖和马桥 那么广福岭呢 是我们讲4加1 加1结构的第一个一 距今 曲奇连讲是4100年 4100年 那么第二个一 就是距今700年前 元代的水渣遗址 水渣遗址 那么我们下面 看看这个广福岭 广福岭呢 我们说有三大文化之谜 因为对这种考古 最好的还是从文化角度来切落 三大文化之谜呢 首先就是广福岭 它这个整个文明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呢 应该说越来越清楚 是从黄河边上过来 那么在4100年前 为什么 一直来自于黄河边上的文明 悄悄来到我们东海之谜 然后时间不长 是战争 是战争 是瘟疫 还是其他原因 又悄悄地离去了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们讲文化之谜啊 就是到今天还没搞清楚 另外呢 我们讲广福岭文化 有个辽记的习俗 心火辽源的辽 这个辽记到底是详情 是有什么样的习俗 这个现在还是文化之谜 那么另外在广福岭 古代遗存 当时吃什么 现在越来越清晰了 就在4100年前 我们的先民在广福岭呢 吃的是道谷 这个道谷到底有多长时间的历史啊 这个我们做事故的时候啊 中央很多领导在上海 好多次都问起 那么其实道谷呢 有道谷的历史正式记载啊 至少七八千年 这个我们在浙江地区 现在还有不断地发现 那么从全世界范围来讲呢 应该说区区的数字 至少有1万年以上 那么我们上海的先民啊 当时在广福岭啊 4100年前 应该根据现在单位面积里面 道立的道谷的密度 现在我们考古学家和农业学科学家啊 一起汇征以河 这个一致认为 我们这里已经有水到了 中水到了 那么另外当年 上海广福岭地区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态 住的是什么样的建筑 那么这个我也已经清晰了 这个生态呢 我们曾经上海博物馆在 20 我们六十大庆的时候 12年的时候 我们搞过一个上海地区六十年的考古新发现 一个大展 那么在那个展览当中呢 我们复原了4100年前广福岭的一个生态图 这个大家想象当中的热带雨林的这种状况 上海当时是很潮湿的 大象成群 野鹿成群 这个基本上是 我们现在想象得到热带雨林的这么多状况 那么那时候住的建筑呢 是橄榄式的建筑 那么现在随着考古的新发现 这种建筑构建是越来越多的 这个被发现了 这个就是我们南方少数民族 那么可能离地更高一点 因为潮湿嘛 那么上海呢 当时其实也很潮湿 当年肯定是有关键炎这个毛病 但是是不是有记载 现在我们不得而知 但从房屋建筑来看呢 上海地方是很潮湿的 就是离地至少一米以上 那么这种建筑呢 考古学的专家就称橄榄式的建筑 所以广福岭的文化知名 我们讲三段文化知名 对于我们进不了解上海的古代的历史 还是很有帮助 子弹园呢 我们是讲的是四加一机构的 这个第二个一 子弹园是2001年的时候 那时候徐宽迪老市长 还在主持上海工作 是上海的市长 那么那年我记得5月1号 是子弹园工地上 首先向我们文官委这个报告的 子弹园呢 它不是古代的名称 是现在一个民居的名称 2001年的时候呢 是在子弹路延长路那个脚上 今天是属于普陀区 那么普陀区的子弹路延长路脚上的 一个民居在施工 那么经理啊 他是文物爱好者 这个那天呢 打的时候 转探 探不下去了 那么他自言自语 说这个是不是里面 地下会挖出个金娃娃来 挖出个宝贝来 那么找了一个大的砖头 一拽下去 就是起出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 圆形 那个起出来呢 其实在我们看啊 这个实际上是长方形的 正式的结构啊 后来是我们这个 土生关系都搞清楚了 实际上是长方形的 石块 大概这么厚 大概这么大 那么因为是转探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啊 还是圆形的结构 那么石板 与石板之间要连接的 就是大家看到的是个铁钉啊 这个铁钉给大家眸损住的 那么 那么石板的下面呢 嗯 图上 从左处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晰 是块木板 木板大概也是这么厚 木板在下面呢 它是木柱 木柱大概五米到七米不等 那么整个的水渣椅子啊 这个离地面最深的地方是十一米 这个工程 后来我们汪清志副馆长 当年开新闻发布会 他说瞎出了三身汗 那么这个记者呢 是概括过的 其实 情况大概是这样 开始呢 不是说我们不重视 应该说我们也是高度重视 但是我们最初想到的就是回田 以后把这个点 作为文物点保留下来 那么后来我们到了广州一看呢 觉得这个工程是很有价值了 因为其实跟水利工程啊 他就紧密的联系在一块了 后来又到了北京 北京京中都 这个水利工程一看以后啊 我们这个上海的水利工程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啊 这个很快就搞清楚了 他的关系 只但愿 我们现在定下来 就是水扎遗址 那么当时就是 01年 那年7月份 7月4号 我记得 我和我们这个 这个王清泽副馆长 一起到康办 向水扎迪老师这样汇报 我们估计啊 领导会问 凭什么就是你们讲元代 我们就信元代 那么我们就 给领导说 这个看那个起初来的啊 那个铁钉 大家看当中是收腰的 那么这个看起来像 女士的旗袍当中收腰的 那么这个弧线呢 我们当时带去了 上博藏的金元宝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 金元宝金元宝 原来趋切点讲 是元代的金钉 就元代的宝钞 那么我们也带去了一个 明代的金钉 我们告诉领导呢 说这个呢 我们老百姓啊 你看还是叫金元宝 那么其实不知道这个元是什么含义 元是特定的元代的金钉 那么明代的金钉呢 弧线走线不是这样的 形状不一样的 那么从当时的判断乱来讲 因为这个考古啊 自己在这条线上也前后有二十年了 慢慢慢慢也熟悉了 你说白了以后呢 大家说原来那么简单啊 但是问题就是没有说清楚的时候 你如果很清晰的能够告诉一二三 那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 大家也说你哥伦布 这个是个大骗子 是吧 这个没有什么水平的 任何人落地球一周 都会发现新大陆 好 哥伦布说 你们说发现新大陆 这个不要什么能力的 那么他拿出个生鸡蛋 叫大家 能不能把生鸡蛋给我输起来 那么这个生鸡蛋 一般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在桌面上要输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实输得起来的 这个唐亦兰先生啊 就是唐云先生的儿子啊 这个也是大画家 他现在有本事 不仅把生鸡蛋在桌面上 可以轻而易举输起来 还可以在这个杯子的顶上 把这个生鸡蛋输起来 其实呢 讲到底就是你从微观事件的角度 要找到他的平面 当你找到两个平面啊 这一连接啊 这个鸡蛋也输起来 这个还是 这个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啊 还不是很难的 那么一般情况 当然生鸡蛋输不起来 哥伦布说 好 你们输不起来 我输给你们看 哥伦布拿了生鸡蛋以后 这个蛋壳 轻轻在桌面上瞧 那么人家说 这个你看 果然是个骗子 这个像你这样 三岁孩子一看以后 他也能够竖起来 那么哥伦布呢 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 他说什么叫发现 新发现就是首创 什么叫首创 人家没有想到的时候 你想到了 这个就是首创 那么新大陆也是这样的 我没有发现新大陆以前 你们为什么发现不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有个新大陆 又说这个是骗子 骗局 这个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很多考古也是这样的 我们到灯黄 这个看九层楼 九层楼下面一个土层关系 一个玻璃盖的 就把整个 各个朝代的土层关系 从中破面来讲 讲得清清楚楚 那么其实子弹源呢 也是这样 后来考古慢慢慢慢 发掘出来以后 土层关系清楚了 确实是在元代的 土层关系里面 发现了元代当时的 很多生活用词 就证实了这个建筑呢 是元代 那么关于子弹源 现在博物馆 已经建起来了 当然我们不期待散客 是团体观众是期待的 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 也已经好多年 好几年 至少也七八年了 那么子弹源 它的工作原理呢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是利用潮汐 利用潮汐 我们讲子弹源 也有三大文化之谜 第一个文化之谜呢 就是元代 距今七百年前的元代 上海有十大水利工程 这个我们资料 这个因为01年到现在 也已经超过15年了 这个十大水利工程呢 这个我们已经发现了 但是十大水利工程 说得清楚的 就是子弹源 其他九大水利工程 在元代的时候 上海确实有 但是其他九大工程 叫什么 谁领潜的 现在还说不清楚 那么第二个文化之谜呢 就讲到子弹源 待会我还会讲到青龙镇 子弹源在七百年前 它是个水利工程 它是依什么而建的 当时其实就是五松江 五松江是今天上海苏州河的前身 那么七百年前呢 我要告诉大家 上海的母亲河啊 不是黄浦江 而是五松江 黄浦江那个时候是小弟弟 江面远没有现在这样宽 当时苏州河前身 就是五松江啊 水面是比较宽的 那么我们第二个文化之谜呢 一直讲 河道会走路的 这个我们小时候课本里面都有 从子弹源来看呢 河道确实会走路 因为现在苏州河 已经跑到子弹源啊 这个子弹源是相对现在 禁止的固定的 因为延长路子弹路的接口 这个地方 离现在苏州河相距多少 是一千米 跑到一公里以外去了 所以七百年 一条河就走了 一千米走了一公里 那么另外呢 一个航海之谜 这个我们讲元代的时候 上海这个地方 航海也是比较发达的 那么五松江与上海的航海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那么趁这个机会啊 我把这个上海的水系城市啊 这个概念也给大家稍微沟通一下 因为上海呢 这些年来讲座当中 我经常在讲 我说上海是个水系城市 这个呢 媒体上宣传不是很多 而且这种说法呢 应该说 这个也不是一种既定的 这个学术界 大家都公论的一种说法 那么我为什么要把上海 把它不是变成啊 实际上客观的描述成 一个水系城市呢 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字典里面 词典里面查 凡是有三点水的 上海之后的城市 全覆盖 全海盖 涵盖 太平洋的洋啊 这个我们讲 长江的江 黄埔江的江 苏州河的河 河湾 港岔 这个你三点水的 凡是池点里面查得到的 上海之后的城市 是全涵盖 那么全国来讲 这样的城市有几座 我没有深入到调研过 但是如果要排序的话 上海肯定是排序是第一 这是没有争议的 而且全国这样的城市 一定是不多的 这个因为 当时在人大 这个也住会了几年 有时我跟音音锤主任 我们习惯叫他音锤主任 这个音锤主任也讲 这个水的问题 上海其实人大政协 这个我们有那么多的团体 专家学者 真正可以好好研究 这个待会讲到江南造船长 讲到上海境线的这一块 我还会讲到 就是上海 其实你从水系这个角度来讲 联系到港口 码头 船只 桥梁 这个不得了 这个所以 音锤主任非常感慨 他说上海 那么多书画家 那么多作家 诗人 其实围绕着上海城市之水 很多文章好做 这个后来我到 加拿大造船长 那时候搞四部会 那个陈董事长就告诉我 这个给我看了很多船只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1918年的时候 1918 在老江南 江南制造总局 已经可以造万吨级的兵舰 而且是在美国军队当中 都服现录的 这个我们这种年龄 老三界只知道 这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万灯轮一条一条的 这个从江南厂下到黄埔江 其实1918年的时候 老江南 江南制造总局 已经可以造万灯局的兵舰 那天陈董事长给我看了很多资料片 所以当时我就非常非常感慨 我说如果我们喜欢画画的 这个六十轩八十轩 站二批站六批 你这一条船一条船画出来 这个怎么画怎么好看 这个种类之多 这个色彩啊 之丰富多彩 我们根本想象不到 全是江南制造的 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个我们的很多港口 有一次我和宋超同志 这个我们党校老同学了 他从解放二报后来 大家知道是上海的 市委宣传部服务部长 有一次我们就在谈了个什么问题 跟谁也有密切关系 我们从黄埔江 苏州河 你看啊 它这个总是单边的先发展 单边的先繁荣 那么当时我们很兴奋的 就议论到一个 也是一种现象吧 城市现象 其实也是个文化现象 是不是和航运规则有关系 全世界的和 后来我随 崔书记专门去考察了 法国巴黎 法国巴黎的 它的七区 它的西岸 其实也是单边发展的 后来回来以后 那个安吉书记 我们在03年那一年 就是四五个人一个团队 很精干的 那是大洋谱 这个最新一轮的发展前夕 我们专门到巴黎 这个左岸 其实也 关注到了这个现象 所以你看苏州和 这个四行仓库 当年建的你看都是单边建的 而且上海一直朝北 万航道路 我们讲的卫校 沈江市 我们社科院图书馆的 这个后面 连着紧挨着苏州河的 这个是当年苏州河的繁华地段 已经是很边远了 再一直下去 这个通道 从连接运河 你就看全是单边发展的 那么如果循着这个水质 水系城市 上海其实有很多很多 这个现象 值得我们研究 这个因为我在上大 现在还在带博士生 我说这位你们写博士论文 像子弹语言 这个你写篇博士论文 写本书出来毫不费力的 这个我们再继续讲子弹语言 大家看看是不是毫不费力 这个第二文化证明 就是跟航海有关 那么第三个文化证明的子弹员 到底是谁领衔 那么这个已经清楚了 是任任发 大家一听 这个任任发好像很好熟 任 这个是任务的任 人是人意道德的人 发是发展的发 那么因为我们在2002年 上海博物馆举办过 72件国宝 俗称国宝展 那么那个展览当中 有一件就是任务发的作品 是当时是八军图 那么十年以后 到2012年的时候 我们上博 是整个刚刚讲 是六十年 考古新发现大战也是那一年 那么上博那年 2012年呢 另外搞了一个 我们叫第三次国保展 其实已经第五次了 待会我们这个 看一些资料 可以把三五 这个数字说清楚的 那么那年 2012年呢 主要是从美国 大都会 尼尔森 克里夫兰 那么加上 我们上博的六件 这个那一年的 不是02年的72件 那年是美国来的六十件 加上上博的六件 66件 66件 古代的书画当中 也有一件是热门发的 那次他来的是花鸟 那么两次大战当中 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说这个 靖堂颂元 高年份的 中国古代书画 从全世界来讲 大概有多少件 那么我说 大概有两千多件吧 那么两千多件 是个什么概念 两千多件当中 除了台北故宫的 现在我们没有条件 拿到大陆来展览 拿到上部来展览 当然台北故宫好的 比方送画 他们就190多件 这个数量绝对不小的 除了台北故宫的 这个我们现在还没办法 拿到上部来展览 其实在两千多件当中 好的书画 精品的书画 我们已经非常齐全了 拿到上部来展览 估计大概已经有了 四五百件 那么这个去年 冬天到今年 董奇昌是火了一把 那么在很多场合 我也很坦诚地讲 因为我当时 管理人还没卸愣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 在开单子了 大家一算就算得出来的 这个展览大概筹备了 至少八年 一个好的展览 没有八年十年 根本是办不下来的 那么我甚至 很通俗地讲 董奇昌这个展览 当然这样讲的 大家有点听不懂 这个算什么话 以董奇昌命名的 说董奇昌不那么重要 董奇昌固然重要 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同时想表达一个 比展览名更重要的 为什么那么火 观念里面的展品好 你这个叫张奇昌 李奇昌 其实只要这点东西 到上部来展览了 照样就是排长队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 为什么要筹备 八年到十年 大家一听就听懂了 其实到了这个份上 我们是把好东西排个遍 来个十一补去 这点东西 你只要 积极在上部的展厅当中 外面旧的排长队 你想 全世界一共高年份的 就是两千多件 这次 也是调动了美国的 日本的 包括北方的 那么多博物馆的好东西 集中到上海博物馆来 这样的艺术方阵 文化方阵 能不排长 对吧 不可能的 当然 那董奇商 为什么我们要用他来灌名呢 这个以后 如果有条件 我还可以从中国书法绘画 这条件好好给大家梳理一下 因为上海能够讲清楚 中国书法史 中国绘画史 其实老师是很多的 那么为什么上海公园上课 大家比较喜欢听我来讲的 讲白了 我一直有这个观点 如果沿着我们 寻着我们上博的书画大展走 你把这些主要的展品 后面的故事 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 又能够打些图片 这样的讲座 半天讲下来 要讲中国的书法史 或者绘画史 是很清晰的 我们马馆长 汪馆长 老馆长 一直讲 这个其实 文博这一块 光看书是不行的 这个一定要听故事 你把这些故事记住了 当然不能细说 这要很严肃的说 故事说清楚了以后 这个历史也就清了 你想一共只有两千多幅 包括书法 包括绘画 那么上博已经来过的 已经有四五百幅 加上董奇商这个展览 已经有五六百幅 那么那么大的数量 又是在两千多幅当中 是精品当中的精品 这些精品 精品背后的故事 你讲清楚了 对中国的书法史绘画史 你能不清楚吗 不可能 所以很多公务员 一样要计分 这个他们很通俗地表达 说宁可听听这样的故事 把中国的书法史绘画史 这个短时间当中 大致地脉络 就可以搞得清楚 我们回过头来想 子弹院呢 子弹院它的领先的专家 就是任能发 那么任能发 他用今天的话来讲呢 大家已经听明白了 其实他是业余画家 他主打 主业 用今天的话来讲 是水利工程师 那么 子弹院是他领衔的 他其他九大水利工程 到底叫什么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 真正是有了线索 你写出这样的文章 说实在话 这个在考古界 马上就会轰动了 就会轰动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子弹院要做一篇 不适生的论文 是不难的 那么讲到论文方面 我还可以提供给大家 一些重要信息 在1952年的时候 上海考古界 就是主要我们上博的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考古啊 上海的考古 掌管也好 资讯也好 就是文管委的考古部 也是我们上海博物馆的考古部 现在这个 我们体制变化以后 文管委和文物局 都是所有我们文广局了 那么考古部呢 现在就是上海博物馆的考古部 子弹院领衔的任务方 在1952年的时候 它的家族墓 就我们全部是搞清楚了 田野考古全部完成了 在2002年 那是大庆的那次展览当中 我们上海博物馆 原来收藏的 50年代后期 有一部分任务发家族墓发掘品 我们借给了北京的历史博物馆 今天的国家博物馆 也部分的借给了南京博物院 那么那次呢 我们倒借回来 那么这个呢 我稍微也给大家穿插一下 这个50年代啊 这个上博的很多展品 那个是借展到历史博物馆 这是全国的中央层面上决策的 这个当然这个情况呢 当时很多省啊 这个也不是很乐意的就借到了北京 那么还是这个全球观念嘛 那么上海呢 那当时主管文博的是徐生越先生 徐生越大家很熟悉 当年49年以前 是帮助蒋介石 把故宫的很多宝贝啊 这个造册以后 运到了台北故宫 那么当时呢 新中国马上成立了 这个徐生越还是很有顾虑的 他像这个帮助蒋介石干了 那么那么件事大事啊 这个这个 现在执政党是共产党 那么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上海 这个文博事业 这个他留下来是不是妥当 那么当时周恩来总理 就派人找到了徐生越先生 帮助他打消了顾虑 说这个事情不能算在你 徐生越先生身上 没有你徐生越 也有张生越李生越 一定会有人干的 你还是按下心来 帮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 特别文博事业做贡献 所以经常会有人问 上海博物馆凭什么 有那么丰富的收场 这个和徐生越先生 是紧不相连的 而且当时有很生动的故事 我是几次问了我们马馆长 我说这个故事到底真还是不真 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开师傅常委会 那时候不叫师傅常委会 其实也有这样的重要会议 徐生老都是出席的 那么这个听说在会上 他把这个stick就啪啪啪就敲起来了 那么陈毅老师长 说这个怎么回事 那个老头老是这样 那么一问他说我要买文 我没有钱了 那么后来呢 其实故事就是演绎了 这个转变了 其实当时呢 这个也是听两个馆长讲 会上这个版本有好几种 那么事实上 他这么一说以后呢 陈毅老师要是听进去了 他说这个老头又不是自己 这个兜里面装 他是往国家的博物馆里面装 那么是财政 只要有可能尽量的给上海博物馆 最大的支持 那时候买东西 大家知道真的很便宜 这个15块20块 可能就可以买到宝贝了 这个张大千还是红起来 还是后来事情 当然民生当时很大 但是绝对不是天文价 当年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书画 也就是几十块钱 那么四财政的大力支持 对上海博物馆 五十年代开始 这个收藏 是非常非常有力的支持 当然我们上伯呢 还要感谢很多捐赠者 这个像大客鼎大鱼鼎 这些故事很多 潘老太太潘大鱼 其实是潘家的媳妇 那么这个在抗人战争期间呢 这个我稍微讲几个故事 这个因为今天除了上海的文脉 还联系到上博 上博我想真正有用的历史 就是通过这些故事 给它串起来的 那么在52年前夕呢 其实上海已经在筹建文管委 文物管理委员会 这全国都叫文管委 那么原来这个不叫文管委 叫文管会 这个其实是一个组织 那么文管委 51年的时候潘大鱼老太太呢 就代表潘家捐赠给上博 大客鼎大鱼鼎 那么这两个鼎啊 在抗人战争期间呢 日本人啊很鬼 组织专门的小组 是来搜寻的 那么这个潘大鱼老太太 代表潘家很机智的 就是把顶藏起来 有时候是挖地三尺 有时候把它放在河床里面 这个水一浸泡以后 当然现在高科技啊 一查就查出来了 当年还没有这种设备 所以躲过日本人的一劫 那么解放以后呢 这个整个安稳了 社会生活稳定了 那么潘家就把两个顶 通过潘大鱼老太太呢 就捐出来了 其实潘家还捐了很多东西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还要传一查一些故事 这个我们这些年啊 自己真的也是 遇到了很多很多 可以讲是重大的机遇 比方说我们现在所在的 上海图书馆 我在上海图书馆也待过 大家知道 那么现在前几年 展览当中很轰动的 其实多种 稀有的版本 包括明清的版本 现在明代的版本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大家 这个我在这里搞管理工作的时候 这个躲云仙的拍卖 在这里展触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95年96年 如果是明课本的话 你不要管内容的 你也不要管完整不完整 就这么一册 这个意涵 大概是人民币是16万到18万 90年代 16万到18万 这么一册 已经价格绝对不低了 我告诉大家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明课本的话 也要不管内容 你不要一切成卖 是一张一张卖 哪一天你到朋友家里面 你也不要管内容的 果真是明课本的话 你把这一张明课本 明课本就什么叫明课本 它不是手机 那么这种印刷本 你这个明课本的话 一张镜框装起来挂在家里 现在明课本是这么一个概念 不要管内容的 那么这个明课本 是翁家 翁家 这个翁家呢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个翁万哥先生 现在还建在 现在已经是100岁左右了 这个是个老人 99 那个翁万哥先生呢 跟我们上海博物馆 上海图书馆 跟我本人都非常非常说 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 那次是北京开的文物天约展会议 我记得是两月份 开完会呢 我就留在北京 那么那次 这个上海图书馆的几位领导 这个我们上海博物馆的汪馆长 他们是专程赶到北京来的 汪清政府馆长 我们上博的 那么上途的 那次汪书记 王赫明书记 马元两岸馆长 王思伟副书记 他们也专程飞到北京 见了翁万哥先生 翁万哥先生呢 他们夫妇两个 那师母那时候也健在 他们两个人是随身行李 带了十大箱 什么东西 就是七十多种 明课本 清课本 那个是不得了 这个我今天因为很多都是熟冷 这个反正也有些年过去了 从来也没有在这种场合讲过 当时呢 我说句实在话 整个过程 是我和汪清政府馆长 我们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那时候找市里的主要分管文化的领导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是在 清浦 青少年野营基地 那次中午 我真的是一厘米也没吃 中范啊 我跟领导汇报说 这个无论如何 上海啊 就是财政再紧 这个是国宝 一定要想办法 这个抢救回来 因为东西呢 是在翁家手里 那个翁万哥先生啊 这个其实 抢战时期 日本人啊 也是另外拍出了专门的小组 是来寻找这批图书的 他们找了整整一年 那么最后呢 实际上是翁家 那时候是抗战人期间嘛 就是因为怕落落日本人的手里 就把书整批 70多种 从上海运到了天津 到解放前夕 翁家呢 又把书从天津 运回到上海 实际上是途经上海 运到了美国 所以大家想一想 在抗战人期间 日本人搜寻这批书的时候呢 这批书其实已经不在上海了 是在天津 所以在抗战人胜利以后 日本曾经为这批书 专门出了一本小册子 说这批书在人间 已经荡然无存 那么到了1986年的时候呢 很多年过去了 翁万哥先生以为 这个日本人已经 没有盯上这批书了 就在美国纽约大都会 集体亮相了 好 这一亮相以后 又被日本人盯上了 以后每年 日本派出所谓的专家 到美国去看望翁万哥先生 假释假看望 实际上是眼睛死死地盯住这批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翁万哥先生当然 他脑子非常非常清楚 这批书只能回归中国 但是实际情况是 翁万哥先生 这个我们一路记错 包括那次北京 最后见面的时候 他也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批书呢 肯定要回归祖国 但是他也讲得很直白 他说我那个红帕斯 这个大红花 这个也已经你们发给我很多了 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作为捐赠啊 还是要有一定的经费奖励的 那么那天晚上呢 这个很快我们就是 因为本身上海主要领导 这个市里的班子都已经同意 准备这个花钱去买吧 那么那天晚上主要呢 和翁万哥先生就是论价 那么翁万哥先生真的不错 当时吃晚饭的时候 这个总数字 我不便于在这里讲 但是这个绝对这个数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就当时就是晚上 是减掉了50万美金 50万美金 那么他说呢 第二天中午11点 再听他的第二次的回应 那么我估计有希望了 第二天上午呢 又减掉了50万美金 这个真的不容易 那么后来拿回来以后啊 这个市领导 把我们上博上图的领导 都叫到康办 说书是回来了 那么你们不要吵架 这个书到底发在上博 还是上图 那么我说呢 这个我和汪庆政府馆长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从上海图书馆 调到上海博物馆 我说一开始啊 我们就是为上海图书馆 争取这笔书的 尽管工作是我们上博 这个纪委领导 花了比较多的精力 那笔书不得了 我这么告诉大家 就是很多本资 有的是封面都烧掉的 火里面啊 这个抢救出来的 都是认为是孤本 天下第一 但是有了七十多种 这批书回来以后啊 比原来更好品相的书啊 都回来了 那么另外呢 还有插曲 这个其实同时北京也在争取 那我在这里也明明白白告诉大家 上海从来不会和北京抢的 但是形式呢 是这样 大家想想 日本人早就盯上了这批书 而欧外戈先生当时呢 他非常明确 首选是我们国家博物馆 国家图书馆 如果我们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国家图书馆 不及时的抢救的话 他非常明确 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走拍卖这条路了 那么一上拍卖以后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后来最后会不会到日本 谁也说不清楚 而且即便不到日本 就是我们的国人私人收场 这个大家想一想 尽管在中国 但是至少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可以这样讲 在私人手里 跟我们国家的图书馆 博物馆去收场 你说放心的程度 可能有的年纪新鲜 这个不是一样的 但是像我们这种年龄 我也很坦诚的讲 这个总是不那么放心的 放在国家的馆场里面 这个才是我们睡得着的 那么北京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当时任济鱼先生 他是哲学大专家了 是中国社科医院的 哲学所的老所长 当时呢 是兼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领先 有十个知名度非常高的专家 向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写信 希望在国家层面上 拨款抢救这批书 那么我们呢 说实在话 后来为什么有点着急 这个真的不知道 北京同时在 这个关注这批书 后来我这里可以 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北京 这个同意了 国家层面上也是同意了 当时北京图书馆 正在建新馆 那么当时倒不是 打算放在国家图书馆 而是放在新建的 北京图书馆 但是具体的技术环节 这个我不能讲得太细了 其实很短很短 就是一个分管的领导 因为这个出国的原因 所以没有及时的 这个批复下去 那么我们当时 又不知道这个情况 可以说是上海 结束先登了 那么这个话呢 我今天还是应该这样讲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 北京 这个已经定下来了 那么放在北京 新建的图书馆 这个对国宝的回归 这个意义也是一样的 价值也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有时候历史上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这个在可能我们家 一直讲必然性和必然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个案 所以这笔书呢 我们一直非常非常感谢 这个吴先生 当然我们也要感谢 北京我们文波的同行的 借的一些领导 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便利 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他们为了抢救这笔国宝 事先向美国先要付 这个一些定金 都是他们给我们付的 而且跑美国 我绝对不是一次两次 那么当然 温婉哥先生呢 我们真的要感谢 他两位老人 他们当年就是 是随身行李带回来的 这个他们是非常非常智慧的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那举这些例子 这个大家可能会 这个听了以后 很难忘怀 最主要呢 是体会到一种家国情怀 很多很多宝贝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 这个回归的 那么我想回过头来讲 自大院 任何发 他们家族幕当中 这个解药点讲的 这个应有尽有 这个我们青铜陶瓷 书画工艺 包括女士的书装品 甚至是文房 世宝 艳台 各种各样的艳台 工艺水平至高 这个不得了 那么徐生玉先生 刚刚讲到呢 他其实五十年代 对大客鼎 大鱼鼎 分开 他是坚决说 不能分 而且不仅是大客鼎 大鱼鼎不能分 因为大客鼎 现在还在上播 这个大家还看得到 大鱼鼎呢 现在就借到了北京 我们在老太太 九十九岁的时候 为老太太做百岁生日 我们从当时的国家博物馆 原来历史博物馆 把大鱼鼎重新借回来 让他们姊妹团聚 因为这个姊妹对老太太来讲 她一直讲是自己的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团聚 老太太非常非常高兴 当然我们上播这里面 捐赠方面也有很多很多故事 今天没有时间展开了 因为这个大家现在 我这里可以讲得坦诚一点 我是九九年的年初到上播 那么当时去的时候 这个潘老太太 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中秋节 让老太太买两个月饼吃 这个带去的现金 这个大家根本是想象不到的 因为我们有一句 朱镕基总理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 是朱镕基同志告诉我们上播 你们是代表国家收藏了捐赠者捐赠的国宝 要照顾好这些枷锁 所以我们是有一句的 在全国的文部界 上播的这种故事 我不想绝无尽有 至少这样的出手 真的是传闻美谈的 那么其实最后 我给大家可以算别账 这个你根本后来的事情 故事一个接一个 根本你不是这一点小钱 所能够相联系的 所以90年代 现在的那个赛院长 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 他以前的郑鑫苗院长 包括文斌局长 他们自己亲自都写过很多文章 在中国文物报上登的 就上播的这种故事 他们认为 其实代表国家做了很多应该做的事 像老太太已经很后期了 她是苏州人 希望在苏州小住 我们上播就为老太太 在苏州为老太太专门买了房子 这个所有钱全部就归老太太了 这个在当年 现在是大家更难以想象了 当年其实你说没有压力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觉得值而且正 这个人家把那么好的东西宝贝 卷给你价值连城 你代表国家 这个 这个看望人家 照顾人家 这个很多像 这个比老太太当时 当年更老的 他们的生病的住院费 医疗费 甚至家里的需要装修 我这里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 这个是毫不犹豫的 就批上去了 另外99年的时候 我刚到上播 北京另外一个 不是潘家 是斯嘉干先生 他们的妈妈 在北京的一家大医院 那时候老太太90多岁了 平时眼睛根本不开的 这个一听是上海来人了 上播来人了 两句上海话一上去 眼睛就睁开了 而且她这个是 真的从内心来讲 这个这个 希望跟你聊 那么他们家里 我记得那是 一个是去看老太太 另外我也给大家讲白了 那时候的医疗费 不讲医药费 不讲护理费 就是房间费 一天800块人民币 一天是800块人民币 当时这个心情 不是现在讲故事 当时是我们真的 尽住老太太万寿无疆 但是万寿无疆 你每天 房间费就是800块 当时我去的话 我可以今天 非常坦诚的告诉大家 是代表整个班子 你新管长来了 一方面去看老太太 另外能不能跟家属商量一下 护理费不减 药费不减 能不能把房间 这个换一换 哪怕是一天500块 400块 这个一年两年下来 这个费用就节省不得了 但是我去了以后 回来以后 我如是跟班子汇报 我说我当这个馆长的 心来走到 马上跟老太太说 你房间能不能换得便宜点 根本开不了口 这个班子非常理解 所以一直 后来又坚持了好多年 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 这个其实我们搞文博的 搞文化的 真的这个要算大账 而且有些这种状 你算都不要算 你不算都知道 这个朝哪边倾斜 不用我多讲的 大家一听就明白 当然你不是为了这个朝哪边倾斜 你代表国家 在国家立场上 你划算了 这样表述 本身境界就表述的低了 在这种问题上 就是家国情怀 是不论嫁的 所以我们上播 这种事情 你要我讲故事 是好多好多 能家的儿子在故宫啊 这个能家两个夫妇 两个没把这个最好东西 捐给自己儿子所在 儿子不是心来走到的 是故宫的老专家 是这个领域的老专家 他把最好的东西 不捐给儿子的单位 捐给你上播 和你 根本没有什么紧密的 联系的 捐给你 像这种故事 这个 这个我 与其讲上播的大展 大家还是比较清楚 这个我考虑一下 如果讲一些这些故事 大家可能印象更深刻 这种故事是多得去 这个我还可以点点 这个展开是没时间了 菲律宾的庄家 这个已经是到新世纪以后了 04、05了 菲律宾的庄家呢 其实他们讲得很直白 因为菲律宾的庄家 不是新移民 他们是上一世纪 二十年代 在菲律宾是首富 他们已经不给我们讲 什么大陆去的 几代移民 他们就是菲律宾的国际 菲律宾人 正宗的 尽管他们开的是国语 这个大家可能理解 上一世纪 整个菲律宾 绝对是算首富的 那么庄家呢 这个 是 协中了一辈子的心血 一辈子的 这个集血 是收了大概书画 主要是清的 也有名的 是一千多佛 那么当时他们老人过世前呢 交代带给 交代给他们女儿儿子 希望他们周游世界 选择这批宝贝的安生之地 那么他们来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到上博提出要看一看 要见一见 要聊一聊 那么后来很快决定 最后他们选择的是上海博物馆 那么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问他们 都是七十多岁老人 儿子女儿都是七十多岁了 我说你们凭什么选我们上海博物馆 他说第一 接触下来以后 你们又人情味 放在你们那里放心 我们也知道你们的馆长 以后到了年龄也会退的 但是从你们的团队 从你们的管理我们放心 那么另外呢看到设施 他们非常非常放心 另外他们讲得很直白 说论关系 他们也到过台湾 共产党国民党的关系 和他们庄家来讲 他说这个我们也毫不忌讳 这个原来跟你们大陆 是没有关系 跟台湾关系很密切 但是最后郑重的选择 还是上海博物馆 这个真是很感恩 一千多件 让我们选 我们去了书画专家 去过三次 最后是选择238件 这个用我们的话来讲 是挖眼珠子 最好的东西全部挖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上海博物馆 书画馆里面 绘画馆 有一个馆中馆 当然我们上海博物馆 对捐赠者真的不薄 这个给他们奖励费 这个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上海博物馆 从来给的奖励费 算你捐赠 从来给的奖励费 是当时市价的 市面价的三分之一 这个奖励费 给的根本不少的 他们庄家说 我们庄家不趋钱 这个三分之一的奖励费 也不要 真的非常非常硬气 那么我们对庄家来讲 真的我们是另外一种表示 我们上博真的里面 是钻石地带 这个讲黄金地带 还是讲的第一了 所以我们在绘画馆当中 批出了应该也不小的一个空间 建了馆中馆 是永久性的 是日常性的 就是两图圈 大家可以看 两图圈的每次给他们展出 有二三十幅 那个杜静的琴棋书画 那个品项也好 画得真是好 这个我们两三十幅 二十十幅一直在轮换的 一共我们有两百多幅 所以这个原来上海博物馆的 明清书画 就是在全国通往当中 占的比例 而且好东西 我们这里真的很多 那么加上菲律宾庄家的 这个加盟以后 这个优势更加显现 这种故事很多很多 这个我们还是回到子弹园 任人发 这个我想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对此人记一记 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些研究 如果像之路此类的上海元代 任人发手下 如果找到他第二个 当领军人物的水利工程 你恐怕立马就是 这个领域的专家了 所以这个考古 有时候呢 把线条梳理清楚以后 应该说 大家听听觉得 还是蛮有意义的 而且有时候 卸出稿 搞完以后 这个 你真的 故事 它是连环的 连环的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 我这里简单讲一讲 因为讲了半天 只听故事 这个不行 科学原理 它什么叫利用潮溪 来进行水利控制 泥沙控制 这个潮溪呢 就是藏潮退潮 那么藏潮的时候呢 这个水流啊 它是往这个水渣门 门里面 这个涌 那么涌的时候呢 其实把泥沙垃圾 一块会带进来 那么到水位最高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 我们有两根柱子 柱子当中有木门的 那么这个柱子当中 木门即时放下的话 大家看一根石柱 是两根石柱 对立的 那么这个木头门呢 是腐烂掉了 现在这个荡来无存了 那么水位最高的时候 把这个水渣门 划一下子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呢 它水的这边的高水位 它就保持了 那么那边呢 我们说潮溪现象嘛 就是退潮了 等水退到最低位的时候 你突然把这个木渣门一抽 水从高处往低处流 水位差有压力的 利用水的压力 把原来带进来的黄沙垃圾 又冲回去 那这个水它原理啊 就是这么个原理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原来尽管是人的智慧 但时间久了以后啊 你这个冲进来带出去啊 实际上是带不干净的 最终啊 这个水渣其实就废弃了 因为是没有办法完成 这个水力工程的这种功能了 那么这个子弹院啊 就是从原代到现在 在地下埋了那么多年 里面到底啊 这个宝贝有点什么 我这个检阅点讲呢 因为很多是构建 像包括这种铁钩啊 这种石柱啊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发现呢 是发现了八十八文 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 都到过西藏 那么元代的时候啊 这个也就是元代 八十八文在西藏 我们现在还能见到 那么想不到在东海之兵 也有了八十八文 现在全国懂八十八文 任志的啊 这个也没有几个专家了 这个是很稀奇 那么另外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水力工程的管理 这个是当时的模型 现在实际建起来 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建的 上面两根石柱 实际上就是模拟了 还原了这个水力工程的工作原理 这个两片水 这个形状呢 是象征了这是个水力工程 水力工程 那么整个子弹院来讲呢 里面从管理工程来讲 今天还是要提一提 就我们一直以为 中国人管理工程是不行的 像这种水力 又是工程完了以后 你粗糙还是精致 都在水下 见都见不着的 所以一般来讲呢 不会很精细的 精致的去处理 这个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的 但是想不到 这个工程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甚至能够和 今天我们赞不缺口的 日本人做的工程相比美 所以我经常讲 我说我们今天有白玉兰奖 有鲁班奖 这个看看我们700年前 上海先民子弹院 我们真的很难为情 是做不过我们700年前的上海先民 这个子弹院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这是2004年的一次考古 松日一字考古 我这里给大家看看 有几件宝贝 这是上海的先民 那么在04年 这个头盖骨发现以前 上海先民 距我们5000年 那么这个头盖骨呢 是在松子遗址的 马加班遗存的土城里 这个不需要多研究的 一定是距经6000年 因为马加班文化遗存 是距经6000年 也就是说 04年这个头盖骨一发现 上海的先民 一下子往前走了1000年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正面的 这个头盖骨我们在清浦博物馆 新馆开馆的时候 那里放了几个月 那现在我们能就放回到上坡的仓库里 那么第二件呢 我们可以看是个桃猪 这个猪呢 大小大概是这么大 灰部溜秋的 上面啊 这个图片是野猪 野猪的这个部位 我们叫稳部 野猪因为到田野里密石 所以他这个部位是兼拓的 那么为什么说 6000年前 上海已经把猪给家养了 圈养了 从这个桃猪 就告诉我们啊 这个这一点 因为桃猪 是在马加班文化移层 土层关系里发现的 至少距经已经有了6000年 也就是说不可能 昨天这个猪 这个已经 这个兼拓的 这个昨天晚上变成扁平的 今天桃猪已经做好了 埋到地下了 不可能的 我所以讲 至少6000年前 我们上海地区 猪已经圈养了 因为他那个兼拓到扁平 是一个退化的过程的 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那么这个对 饲养猪的历史 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非常非常重大 这个石斧 石斧也就这么大 但这个孔式非常大 这个孔是双孔砖砖的 那么当时根本不是铁 没有铁器 根本没有合金的 是用竹子 那个banbo 竹子 竹子在石头上 坚硬的石块上 要钻出那么大的孔来 而且已经有了双孔砖 这个在工具史上 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 所以04年一次考古 就有那么三大重要的发现 这个是不得了 这个所以另外我也讲 如果要做不是生的论文 你不写论论法 也可以 你就写一写 这个工具史 这个技术史 科技史 上海考古中的科技史 科技重大发现 这个真的没能好好做过 因为除了这个04年的三大发现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 比如说戒话 这个戒话在我们上博收场当中 这个是全国最早的戒话 是完整地反映了国子 从河岸上国立到国挑上来 到土立 整个过程在一张图上 画得清清楚楚 现在我们在制图意义上 现在很难再找到这么完美的资料 但是那一张戒话 其实是中国制图第一图 那这种在科技史上 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 非常生动的考古的历史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种都是非常好的论文的题目 这个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 为什么说上海成建 这个1991年的时候 会有700年成建史的那次庆典 大家看最后一行 原资源28年 1291年设立了上海县 那么1291年加个700年 就是1991年 但是如果就此一句子 这个就说上海的历史 城市的历史 文明史 只有700年 这个是恐怕大家都会摇头的 那么为什么说1200年 大家看看 倒数第三号 设立华庭县 设立华庭县 是751年 唐天保十年 唐天保十年 好 我想关于上海 这个我们古代文明 新时期文明 是不是基本上就讲这些 那么下面呢 我想接着稍微快一点 上海近现代文明 也是要给大家稍微 这个有个概念 近现代 我们文部板块呢 也可以讲是四大板块 对了 刚刚那个青龙镇 我前面提到 没有展开 那么如果说4加1加1 这个我们还是回到前面的 上海古代文明 如果说4加1 第一个1 刚刚讲清楚了 是广福岭 第二个1 是700年前 元代水达遗址 如果后面还要加上1 是青龙镇 有一次 这个王安逸同志 这个上海作家协会主席 他把电话给我 一个星期天 他说陈兴军 我听你讲 青龙镇讲了好多次 我现在仍旧在青埔 问当地很多老乡 他们也不知道青龙镇在哪里 我说青龙镇就是白鹤镇 他说原来这样 因为现在白鹤镇 很多公交线路 都有白字当头的 这个就是白鹤镇 白鹤镇就是 我们唐宋时期 就是青龙镇 青龙镇在唐宋的时候 有小西湖之称 那么这里面呢 我还要 刚刚讲了一个水系城市 另外我这里面 还要插一个上海的水系城市 以及长三角的水网的概念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因为这个老师听说 松江跟青埔在争 到底谁是上海之根 那么后来这个我们说 大家不要争了 一个是根 一个是圆吧 那么到底根厉害还是圆厉害 那么其实这个中文含义太丰富 这个见论见字 这个你都可以写很多文章 那么另外我觉得 这个你根根根源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 今天因为工作关系 现在我太长柳河区的这两个区的比较多 你在柳河长江口 看崇明 看青龙镇 青浦的青龙镇 近在咫尺 天气好的时候 就是眼面前 非常非常近 那么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地理概念 因为这个地区的水网很厉害 四通八达 是往四面八方延伸的 其实我这样告诉大家 比方说我们在江苏 讲太湖 这个太湖的三大支流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四王 四王的楼东派 什么叫楼东派 就是楼江的东面 我们简单这么说 这个楼江的东面 这个楼江 其实是太湖的一条主要的支流 第二条支流是东河 东河跟我们黄埔江 都是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三条支流 就是五松江 我前面已经交代了 就是苏州河的前身 就是苏州河 在元代的时候就叫五松江 那么太湖三条支流 太湖又有一种称法 叫正直 今天我们在吴江这个附近 正直是个地名 其实太湖又称正直 前两天我在讲宁波文化 浙东文化 现在浙学 不是浙学政治经济学 这个是浙江的学问 叫浙学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文贵宝现在 整版整版都在登 那我后来告诉大家 我说我问大家 什么叫浙江 你们知道吗 浙江还不知道 是江浙江浙 上海江浙 我说你们这个讲得很对 但是我如果告诉大家 浙江原来前唐江就叫浙江 为什么叫浙东文化 因为是前唐江的东面 多山 很多 比方说我们讲浙东学派 这个我们从东汉可以讲到王冲 那个是讲了稍微远了一点 但是我说王阳明 那大家知道原来搞新学的 如果再往下讲的话 讲到天一阁 那很多联系的文化名人 其实都是浙东学派的 浙东学派就是前唐江的 东面的多山地区 在这个区域里面 崛起了很多文化人 崛起了很多学派 所以叫浙东学派 那么有浙东一定有浙西 浙西是盛浙多水 但在文化上没有浙东那么有名 当然浙东浙西 另外还有浙北的概念 因为讲到江南文化 你看现在时点里还是这样讲的 像上海啊 长江三角浙啊 特地是讲到了江苏的南面 南部和浙江的北部 那么浙江的北部是江南的 比较狭义的一个概念 趁这就会我也给大家交代一下 这个江南文化 这个江南文化最早不是我们这边的 是在湖北的武汉附近的长江两岸 这个叫江南 那么这个当然时间很早 要上述到春秋战国 那么春秋战国以后呢 江南一直还是一直在沿用 但是地理已经往我们长江下游走了 慢慢慢慢走呢 今天的池海 最新版的池海 2010年这个中国上海四博会啊 那次出了一个四博版 那个应该说最新版的池海 当然现在还在做更新版的 那个池海里面还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上海主要还是指江苏的南部 浙江的北部 从这机会把这个很多地名啊 都不是咬温爵士 弄完以后会忽然开朗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江南 江南文化 这个我今天只能给大家讲一个框架了 这个李强书记呢 他从浙江走到江苏 江苏来到上海当市委书记 不久啊 很快提出三大文化四大品牌 那么今天这个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媒体的朋友多不得啊 我讲你心里话 这个报纸啊 我是坚持到现在每天都是看的 人家说你看多长时间 我说大概每天至少要花一个半小时 一些主要报纸 这个包括上海文会解放新闻晚报 那是必看的 那么江南呢 我建议啊 这个大家 今年的文会报 有几个版面啊 这个很值得看的 不是说解放做的不好 解放 它有时叫长三角 长三角 其实最近有些大文章也是很值得读的 但是我为什么推荐文会报呢 文会报今年开始啊 是做了江南每周五 现在是每周四 有两个版面 一个是江南观点 另外旁边一个版面呢 有时候叫江南水比 有时候叫江南城市 这个最近我看河肥 前个时期无锡 再前个时期宁波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写 实际上是独成 这个是真的很长知识 那么这个为什么江南 这个那么 这个词不是新名词 但是现在还是很抓眼球的 大家很愿意谈这个命题的 首先呢是田园江南 私信江南 水柳的江南 但是最近我在那个经济湖 就是陈一非陈一明兄弟 这两个展览 那次宴讨会上 我也讲得很坦诚 我说这个讲陈一非的话 讲江南没错 但是这个你光讲到田园江南 甚至私信江南不够 如果是只讲到田园私信江南 那么陈一非最多是用油画颜料 画四王 其实陈一非画的不是四王 它是很现代的 很时尚的 所以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江南文化 它是经历了现代转型 这个联系到上海也是这样的 你要认识 今天我们主要讲上海的文脉 这个光讲到新时期时代不行 四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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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怕加再多的一 它都是上海新时期时代文化 你必须联系到近现代 那么近现代的时候呢 这个有一块就是工业文明 这个工业文明 我希望大家有时间要给予做够的关注 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线索 我们所在上海图书馆 在文革的后期 上海图书馆的专家和华士大的教授 开发了盛党 联合开发盛党 什么叫盛党 是盛宣淮的档案 为什么要研究盛宣淮的档案 至少对民族工业的研究很有好处 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 光研究盛宣淮 代出民族工业不全面 还应该研究李鸿章 因为李鸿章在我们这个年龄当中 绝对是个反面人物 反派人物 这个小时候就是个反动派 历史潮流而动 今天看来没那么简单 当然我也不完全同意 今天安徽的李鸿章馆 把李鸿章完全描述成一个正面人物 这个也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但是不争的事实是 今天我们到杨树浦的自来水厂 那个水厂我陪主任去专门看过 我们汪管长算得应该见到 这个建设非常广了 其实我陪和汪管长一起到江 这个黄浦江边的杨树浦自来水厂 那时候已经跨了新世纪以后了 汪管长很坦诚的说 他当时年纪也不小了 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杨树浦自来水厂 那个是后来我陪汪管长去看的时候 那个汪管长非常非常幸福 他说什么叫工厂花园花园工厂 他说这个都在吓吹 今天到了杨树浦自来水厂 这里才叫花园工厂 后来陪他到了提南桥监狱 博物馆 他一看以后 他也是大为惊叹 后来马上来到屠宰场 在苏州河边上的 刚刚画了一亿人民币里面内装修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那一年是6月30号 上海那天已经穿长袖秤衩 已经感到很热了 一抛进去以后 山院长又说 什么叫生态建筑 他说肚子吓吹的 你看在上海这个地方 七八十年前八九十年前 已经有生态建筑 不过那时候不叫生态建筑 建筑生态 那么另外他说 刚刚从提南桥过来 监狱博物馆 那么犯人布老师关紧闭 他说牛仔屠宰以前布老师 有没有紧闭事 他随便问问 因为山院长很爱说笑话 这个不经意的一问 马上得到正确的回答 正面的回答 说有啊 牛在屠宰以前布老师 紧闭一关 老老实实 另外你看那个屠宰场建筑 四楼 它不是十阶而上的 不是台阶 它是一坡而上 四个坡 给牛散步 从一楼散步到四楼 那时候在屠宰 牛屠宰出来以后 真的先论 那么人呢 要吃牛 在屠宰牛以前 也念念有词 有阿红的 这个不是我在这里讲故事 在屠宰场里面 当年真的有阿红的 大致意识 牛啊牛 这个我是没有办法要吃你 这个当时在那里参观的时候 很多信息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那么 那回过头来讲 近现代民族工业这一块 那个不得了 讲到江南 刚刚我讲了一个 这个1918 那个叫万灯街的军舰 其实江南厂何止一个军舰 因为原来我在市政协待过 这个文思伟去考察过 后来到了那个 那时候到了人大去了 也后来就是 那个市博会的现场 那么陈董事长呢 那天是跟我讲了 他说我们这里 他叫我陈管长 他说你讲十个江南的第一 我讲不过你 因为你是主持文官委工作 文部点 什么将军楼了 翻译馆了 水上飞机库了 那么二号船务了 这些我怎么讲得过你 你们专门搞这一行的 他说如果说要讲江南 老江南的一百个第一 你肯定讲不过我 我说这个话怎么说 好 他接下来讲 他说有一次 就带安钢的一个代表团 安钢代表团说 全国的眼睛工业 脸钢啊 老大哥是你们江南 这个陈董事长说 这个吹捧了 没有这样吹捧的 说我们造船第一 这个完全应该这样讲 眼睛炼钢 说我们江南是全国第一 这个不是吹捧了 后来回 这个资料一查 果然是这样 中国的第一颅钢是哪里练出来的 是江南练的 他说这个水上飞机 这个我说我知道 1915年在旧金山那节世博会 中国水上飞机 就是从江南制造 江南的水上飞机库里面 开出去的 运过去的 在1915年的旧金山那节世博会上展示的 那么他说这个水上飞机 你看来你是知道了 他说我再问一下 如果全国的网架结构 没有柱子的大的网架结构 我如果说唯有江南才能制造 你信不信 这我说我应该信 他说这个你信还不行 他说这个现在三峡 那个大大的钢门 是我们江南制造的 很多人不知道 那么多船只天天开进开出 他大概是十年前问我 他说你知道解放日报 登一版广告 费用是多少 这我说太熟悉了 当年彩色广告是19万6千 19万6千人民币 登一整版广告 这个是十多年前 好 他说我们现在江南能想明白了 你三峡 这个钢门 是我们江南制造 你不知道 我不就是画30万人民币 筑了四个鲜红的大字 江南制造 所以你现在到三峡 进进出出 船只上去游览 都可以看到江南制造 四个鲜红的大字 就是一天多一点 简发肉报的广告费啊 简发肉报看过吗 谁记得住 他说我们这个四个字很厉害 那天陈董事长跟我讲了很多很多 这个民族工业 就是中国的民族工业 大家想想 那个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讲到这一点 我讲近现代也是四大板块 一个民族工业 一个是红色文化 中共一大 中共二大 中共四大 都在上海开的 那么有人说团队一大 也在上海开 不对 比团队一大 更早的是 社会主义新年团机关就职 是在 现在这两天 我看报纸里在宣传 五四嘛 在渔洋里 渔洋里就是 这个伊斯坦 比较早的 淮海路 成都路 我们社科院望东 大概走几十米 长春食品店望东几十米 那个是渔洋里 渔洋里我是陪王光梅同志 两次参观过渔洋里 他告诉我 刘少奇同志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一次到上海来 他说其他地方都可以不去 唯有渔洋里是一定要去的 刘少奇同志 张泰雷同志 都是我党的 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他们在渔洋里 不是一个夜宵的概念 是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而且渔洋里 应该讲 不是一个两个领导人 在那里待过 很多很多领导 那么当年 是社会主义青年团 机关就职 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我们机关就职 它的概念 是比团的一大要早 青年团的一大不在上海召开的 是在广州召开的 这个要讲清楚 党的一大 这个我不需要多讲了 大家看这两年上海 每逢七一前夕 宣传了一座非常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 这个大家有时候会纳闷 为什么这个人人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 但这两年真的 我是浙江人 宁伯仁啊 当然出生在上海 我这个话也可以讲 这个你南湖 红船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红船上 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只能在上海 因为它和新兴的无产阶级 大工业紧密相连 那么这个我们浙江的同行 这个现在 他们讲得很俏皮 你们搞搞清楚 在上海 是一大的预备会啊 正式会是在 我们南湖的红船上开的 这个更有 杨部长 杨正武同志 到上海来 他人民日报那时候过来 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后来有一次 他有个大发现 因为中国共产党 马上是90年了 当时啊 怎么在那年 2011年嘛 11年的五四 这个杨部长 是在上海担任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这个中央台啊 这个我们中央媒体啊 那一年 这个全国各地 革命圣地所在地的 大学生的代表 在那次大会上 是先后亮相 这个怎么没有 找来找去找不到 上海的某一所大学的 大学生代表 结果中共一大找到代表 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代表 他觉得这个有问题 这个后来一查 不是死于2011年 2005 06年开始 早已经 浙江大学的大学生代表 中共一大的 这个 这个 所谓革命圣地的 代表 这个杨部长 真的 这个 不光有政治眼光 也有历史眼光 这个 他觉得这个问题 不能这样讲 就是找到 这个 上面的领导 但是 上面领导的话 这个 他听了 很不满意 他说老杨啊 手心手背都是漏嘛 所以这个呢 我在这里 为什么还是要比较 严肃的提出 这个历史 今天我们讲文博 不能 手心手背都是漏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代 都说不清楚了 你说要我们的儿子女儿 我们第三代 怎么说得清楚啊 真的 我就遇到过上海 一大会之纪念馆 对面 当年不是挖了太平湖吗 同志们 那天上午 我真的 今天还是记忆游行 我这人平时很随和 真的很随和 但是遇到这个问题 真的很矫致 那天是 这么一个上午啊 太平湖 原来计划当中 太平湖里面 有一个南湖红船 这个 我说以后历史怎么说啊 也不要跑到南湖去了 对吧 这个 这个 租界里面 来了寻谱 这个中共 一大会的代表们 凭着革命的警惧性 就撤离到了 二三十米开外的 太平湖上的 南湖红船 历史可以这样写吗 这个 所以后来 因为这个前面我讲 在主持上 还是文物管理委员和工作 那是绝不含糊的 所以这个 没演成 但是那天上午 记忆犹新 这个 属于类似的事情 就是我们讲 听了今天这个 我们向我焦虑以后 对历史 对整个 这个城市的发展 它的严肃性 它可以讲故事 但是故事不是细说 故事必须是严肃的 里面的内涵必须是文化的 必须是对历史负责的 我想这个今天 因为这个实践关系 这个 关于文脉部分 第二板块呢 工业文明这一块 就是 民族工业这一块 大家可能有印象 红色文化这一块 这个刚刚讲到 一大 不要说了 二大 我建议大家有时间 还是可以经常去看看 应该很多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的早期的文献 都是在二大形成的 那么因为 毛主席 没有参加二大 其实是来的 这个具体 我不细说了 因为二大的墙上 都说得明明白白 那么很参短时间的 现在年纪轻的听不懂 但是确实历史是这么过来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 没有参加的二大 你说是很重要吗 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 二大 这个 在上海召开的 那么四大呢 现在我们当年 跟红口区尾一起 这个 这个现在 开始竖了一块石头 竖了一个碑 那么现在是找了一所老房子 这所老房子跟四大 是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跟一大不一样 一大是限制 那个四大 甚至要找了一所老房子 那么 中国共产党几次重要代表大会 都在上海召开 讲到革命是红色文化呢 还要讲三次武装起义 还要讲毛泽东的故居 毛泽东故居 旧居在上海可不是一处 那么 周恩来的 早期活动点 在我们第三次文武普查时候呢 红口都找到 所以这些年来 另外 讲到这一块 我有个概念要告诉大家 这个话不是我讲的 是当年国家文物局的 一些领导 跟我们市里的领导讲的 他这样问的 讲到文博这一块 上海能和北京比吗 就是我们现在在座的领导 这个可能 上海怎么能和北京比 那么 国家文物局的领导 那次说 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上海为什么不能和北京比 无论是数量 无论是质量 无论是地下的 无论是地上的 上海怎么不能和北京比 因为我这个画了故宫以后 也清楚 北京的历史 只经成600年 这个京中都 京大都 那是这个大家 朗朗上课 入耳入脑 其实这个历史不差 那么 北京 紫荆城也好 故宫也好 他们地上地下文物也好 上海是能和他们比的 这个概念 我在很多场合 就是给大家讲了 大家的眼神告诉我们 我是将心将意 好像不那么坚信 在这方面 我们要有上海的城市文化的自信 那么 我们上海的 这个境线的这一块 那是更不得了 我们的民族工业 今天比方说天津 天津能不能和上海比 可以比 但是 说实在话 你要排去 在民族工业这一块 要排到上海前面去 不可能 这个中西合璧这一块 你要跑到上海前面去 不可能 这个上海 这个革命文化 全国首却之 那是 这个 不可争辩的 那么另外上海呢 讲到 优秀境线代建筑 这个是多得去 老房子多得去 讲到石窟门 那个历史 专门讲 两个小时讲石窟门 也是可以讲 石窟门 是1840年以后 慢慢出现 它不是上海的豪宅 它跟农民起义有关系 用后来的话来讲 就是土豪立生 从农民起义地 逃到了上海以后 用今天话来讲 是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 认为商机来了 所以请设计了 中西合璧的这种样式 石窟门 那么石窟门比较成熟的时候 是1870年代 后来的亭子间 是石窟门的违装建筑 今天那个 这个石窟门没有亭子间 不成其为石窟门 石窟 亭子间是违章建筑 里面原来是有前天井 后天井 这个设计的好好的 这个其实后来 72家房客 都是后来的演变 后来的机型发展 石窟门 我在很多场景 我说石窟门养育了上海一群人的市民的性格 大家信不信 石窟门很小 但是关系门来 上海人为什么你说高明精明 跟石窟门有关 为什么 他在出门前 要知道今天是雨天还是晴天 有没有风 他在小天井里面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 也可以预测第二天 雨还是晴 这个特别是在很多动乱的年代 比方说 这个石窟门出来以后 不是直接连大马路的 先是练着小论堂 小论堂看看动静不大 再喵喵大论堂 大论堂看看问题不大 然后才挺挺腰 这个朝大马路者 这个上海人这种性格是这么一步步养成的 他关系门来很私密 这个四方话都是关系门来 这个讲的 他你看里面经营 尽管小 这个经营的非常非常精致 非常精致 那么所以像这些 我们近现代的 包括居住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几大板块 就撑起了我们讲的上海近现代 文博文化这一块 文博文化这一块 那么这个 我看现在时间呢 已经真的 就是所剩不多了 那么上博 好在刚刚讲了很多上博的故事 这个产品 大展呢 我只能简单提一提 上博的大展这些年来 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因为自己去到了上博广场以后 这个比较自觉的和我们一般人 大概是寻找这么一个思路 原来准备了比较多的资料 上海博物馆的大展思路 我就提一个头 一个是古代人类文明势力展 这个比方说大英的 古埃及艺术争品展 牧师哥 像看这种展览 还是要有文化的眼光 像牧师哥 我简单三言两语说一说 牧师哥呢 除了这些展品好看以外 也有几个文化之谜 比方牧师哥人 古代牧师哥人 这个怎么也想不到 派是他们发明的 原周略 三年一四 一五 但是发明了原周略以后 你说它独轮车 二轮车 三轮车 多轮车 和轮子是无缘的 这个你怎么也不相信 原周略论声那么深 缘论声那么深 造不出缘的轮子 今天还是个文化之谜 为什么 你能够回答 哪怕写一篇小文章 解放日报 我想新闻晚报肯定等 因为这里面太有学问了 那个 那马亚人 这个造不出轮子是什么结果 所有的建筑构建 多么的笨重 都是尖挑 手提 能拉 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马亚人 发明了零 有人说零算什么玩意 什么都不是 没有零你试试看 不要说高等数学 初等数学算数都没法进行 零是马亚人发明的 马亚人发明了二十进制 什么叫二十进制 逢二十进一 我们现在熟悉的是十进制 这个零加一对一 一加一对二 到了九 逢十 九加一不是十了吗 逢十进一变成一零 那么不二代数是逢二进一 机器啊 包括电子计算机很笨很笨的 只懂得开合观 逻辑上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四就是非 但是 这个二进制 不二代数 机械计算机的时候 就有不二代数 它逢二进一 零 零零加一 零一加一 逢二变成一零 零零加一 零一零一一一加 再加一 四 实际制造的四 是一零零 零零一 一零零零 一零一 零零零 那么这个是二进制 我经常在讲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上次部队私议上干部 讲这个 怎么指挥现代化的战争 人家说你怎么可能会讲 怎么指挥现代化的战争 我说不要忘记 现在画上的不就是按按钮吗 按按钮总会按的 这是讲笑话了 其实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 很管用很管用 为什么我有资格检 很多朋友恐怕不知道 我原来最早 杨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我70年8月份开始 是个大飞机 航天飞机里面的 自动导航系统 程序设计 所以一路过来 这几年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上图讲座 需要讲这个车时间 我可以愿意为大家服务 因为这个是很管用很管用 这个现在我们讲到专家系统 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电子计算机 其实讲到底 就是解决一个模糊士兵问题 模糊士兵对不起 稍微讲几分钟 这个可能比提问还管用 什么叫模糊士兵 人跟机器最大差别 至少今天我们资历再差的人 他有很高级的模糊士兵能力 那么模糊士兵的 这个就是讲到我们传统的真假逻辑 一直到1964年都是个托子悖论 什么叫托子悖论 我问大家我是不是光浪头 我是不是托子 大家说你有那么多头发 怎么会是托子 肯定不是光浪头 好 我把我的头发拔掉一半 我问大家是不是光浪头 大家说也不是 好 我拔到三根毛 他们说张罗平先生画三毛 没听说过张罗平先生画光浪头 画兔子 三毛也不是 三毛不是 二毛也不是 二毛不是 一毛也不是 好 问题来了 一毛一根头发不是光浪头 我这根头发拔掉以后 就变成光浪头了 这个在传统的逻辑学当中 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所以叫托子悖论 那么到了1964年 美国应用数学家查德 他说这个太容易了 不是托子 非托子也 零 四托子也 零和零当中用豆号 然后用一个中括号 把零和零给他括起来 好 把我的头发拔到一半的时候 对应的是0.5 非常非常精确 你拔到三毛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接近光浪头了 拔到两毛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拔到一毛的时候 非常非常非常接近 一毛拔掉就变成光浪头 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们都搞不懂 所以1964年查德提出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 模糊数学的理论 这又回到前面了 这有很多事情 讲明白以后大家觉得太简单了 这种事情几岁的孩子都会懂 那么查德提出模糊数学以前 你怎么不提出呢 好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 模糊数学问题也解决了 模糊语言学问题也解决了 什么叫高高的铁塔 高高的楼房 1949年国际饭店是最高的 原来我们知道是75米 现在最新 我昨天看到一个材料 国际饭店 缺取点是84.8米 那么其实跟75也差不多 那么当年的自高点 居住的自高点 是国际饭店 海平面是零 零 海平面和国际饭店之间 就是零和要的关系 上海所有的高楼 都可以在零和要之间摆平 找对应数 那么有人说 国际饭店现在早就不是自高点了 好 你说新贸大厂 你说环球 你说上海中心 最高的是要最低的海平面是零 那么模糊数学问题解决以后 模糊语言学的问题就迎了而解了 什么叫高高的铁塔 什么叫高高的高楼 那么在零和要 你城市的自高点和海平面之间 总有一个很精准的小数点 可以到很多位的 这个数给你对应 模糊语言学问题 模糊逻辑学问题 模糊数学问题是同时解决的 那么这个问题到了计算机时代以后 第五代电子计算机 开始进入专家系统 就是有了模糊识弊能力 我来找杨素季 我认识的我头也不抬 甚至杨素季不出身 我都知道杨素季来到了身旁 这个就是人的模糊识弊能力 那么你要继续找杨素季 也是可以找的男性女性 五官的位置 鼻梁 他的高低 耳朵的长度 你要给他很多很多数据 计算机 机器人才能找到杨素季 这个就是机器 现在的模糊识弊能力 还远远不如人 到某一天真的很可怕 如果真的无人机无人停 机器人像现在这样发展的话 这个不得了 但是我们搞计算机出身的 有点机器总是能掌控得了的 机器总是能设计的 你这个为什么我们下象棋 国际象棋 这个人有时候还输给机器 因为机器 它的所有的可能性 视线都涉及到了 而人在短时内是反应不过来的 所以你输 这是必然的 那么我想讲到这里 整个大数据 时代的思维方式 我想用这么一个描述 来接触今天的整个讲座 现在世界发展很快 包括江南 我们不能只讲到 这个现代转型 最近我再提出一个观点 现在很多同志很响应 我说江南文化 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未来 是永远的江南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江南文化 用通俗的话来讲 是很不安分的 安分了就不叫江南 哪怕它不到动静 这个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 江南人为什么是水冷的 滋润的 灵动的 智慧的 看起来它是在那里静坐 但是思维世界是波涛汹涌 江南文化 它是永远是面朝未来的 我想未来 这个有几个关键词 一个呢 一带一路 这是一个综合的 不需要我多讲 报纸里现在宣传非常非常多 这里面我想大家如果 从历史的未来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很主要的成为一个文化元素 那么另外呢 人工智能问题 中国人工智能就像海洋 就像太空一样的 我们不可能没有经费和精力 时间 时机 全面的跃进 但是中国 人工智能在情感研究上 突破上 全球是非常先进的 那么未来 像蓝色的海洋进军 甚至像蓝色的海洋深处 求得生存空间 这个不是可能不可能 这是必然的 像太空发展 这是必然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很多 我前两天甚至举了一个四拼赛 乒乓球的例子 你看一个乒乓球比赛 还不是高科技的 你看这几年变来变去 无非都是在球星 现在东京的奥运会还没过 现在很负责任的一些领导就提出 这个乒乓板 能不能现在红的黑的两色 至少把一面改成五彩斑斓 甚至是可以改成天佳荧光 很逊丽 那么如果说乒乓板色彩改了 乒乓球的球台 颜色是不是随之而变 乒乓球的规则 现在其实这个球已经转瘦 大不如原来小球了 那么现在规则上 他们说男女混双很好看 男女混双能不能在 团队比赛的内容上能够增加 就是全部有男女混双组合的 团体队的对决 你仔细想想 这个我都是不是现编的 因为我讲课从来不现编的 这个其实就是发生在四平赛以后的 你乒乓球都动着脑子变着法子去创新 你想想看在高科技 现在无所不能 几乎是无所不能情况下 你说世界会怎么变 这个我们兴趣科学会每年 这年会大家都很认真的 神明学 搞医学论理学很有名的 我们是科学院的老同事 这个最近像他这样写文章的不止一篇 现在你比方说四管阴儿等等等等 现在都往前大胆地再往前走 现在有一个命题我们是回居不了 就是医学论理学 教育现在也有论理学问题 这个不是科学能干的都能干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闹 仔细想想很有道理 现在科技不要说以后 现代科技能够做到的很多很多事情 你就是不能动弹 一动弹 说不出就什么时候放出一个怪物 那么直接冲击的就是论理学的问题 今天大家想一想 医学论理学 教学论理学 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有限的资源 你先救谁 先救穷人还是先救富人 马上变成论理学问题了 就十个人都救得活 但质量不那么高 就两个人质量可以高一点 八个人看得死 这些问题今天不时想得到 都是碰到了 教学也面临这个情况 教学不是我们说公正公平公开 我们说公共教育公共文化 马上就有公共的 公共里面其实也遇到很多很多层次 层次的丰富性 他在原则上一定会提出问题 一定会碰到问题 那么对这类问题 我们怎么去看 社会一定要发展 科技一定要发展 人的思维观念一定会发展 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历史一定要守望 精神家园一定要守望 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一定要红扬 肯定是对矛盾 对于这些矛盾 我们怎么放到左面上 我们怎么面对面的 能够给他亮相 能够直面的回答 这个我想上图论坛 那么多年来 为什么那么叫做 今天这个功劳可不仅仅是上图 我们杨树记是清典的 亲自组织 而且亲自参见 我想这个听起来有点俏皮 其实是真话 就是我们只有方方面面形成合力 把很多问题 闹不过去的问题 很严肃地提出来 科学的寻找答案 那么这样才是负责任的 把历史 把社会 把学术往前推进